抓条小鱼在他身上系上石头 抓只青蛙在他身上系上石头 抓条毒蛇在他身上也系上石头 看着动物们挣扎前行 小和尚露出了纯真的笑容 然而这一幕幕都被偷偷跟在身后的师父尽收眼底 不过师父并没有上前置举 而是在回去的路上 捡了一块石头抱了回去 晚上趁小和尚睡着 师父把抱来一块石头绑到了他的身后 第二天早上 小和尚挣扎着爬了起来 身后的石头让他很难受 他祈求师父帮他把石头拿下来 可师父却不为所动 为了让小和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师父便让他背着石头围着寺庙走一圈 可小和尚还没走两步远 就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再次请求师父帮他解开石头 但为了让他弥补犯下的过错 师父便让他找到那些小动物 临走时师父告诉他 如果哪些动物死了 在小和尚今后的生命里 心中都会背负着一颗石头 小和尚背着石头 跌跌撞撞地终于爬上山坡 来到昨天的池塘找到了那只青蛙 还好青蛙还活着 小和尚欣慰地解下他身上的石头 青蛙恢复了往日的欢快 可当他找到小鱼的时候 小鱼因为负担太重无法呼吸死了 小和尚蹲下身子 就在池塘旁边埋葬了他 难过地放声大哭 但师父站在不远处并没有多说一句话 因为小和尚已经知道错了 多年后的一个夏天 小和尚已经长大成人 偶然间他看见了正在打架的两条蛇 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样 是好奇又或许是人的本能 站在佛像的肩上远远地望去 一对母女正缓缓地走上山来 因为女儿的身体不好 母亲便带他来庙里祈福 这是小和尚第一次见女人 难免会好奇 看见年轻漂亮的女孩 瞬间就被他深深吸引 在坐船回寺庙的时 听说女孩的病很严重 小和尚便在千年古树下许愿 并说他一定会渐渐康康好起来 来到庙里之后 母亲一遍遍地为女儿祈祷 而小和尚就在一旁偷看 女孩得了不知名的疾病 浑身无力加上头晕眼花 到了晚上 母亲依旧在虔诚的祈福 而身旁的女儿已经熟睡过去 小和尚微微叹起身子 看像躺在地上睡去的女孩 她需要在庙里休养几天才能康复 女孩的母亲只好独自离开 母亲不在 女孩倍感孤独 她时不时坐在湖边发呆 小和尚就会过来帮她遮挡风雨 但女孩坐在石像上的时候 小和尚就会请她离开 还会仔细擦擦上面的灰尘 这里是一座湖心亭 寺庙悬浮在水面上 周围没有任何的路 师徒俩唯一的出行工具 就是这艘小船 小和尚自然对外面来的人十分好奇 每天夜里睡觉的时候 她都会会起身偷偷看一眼女孩 这天女孩刚祷告完 就不小心睡在了佛像面前 殊不知这一幕正好被小和尚看见 她为女孩盖上了被子 但看着女孩熟睡的模样 小和尚心中的愈发好奇 在佛像的注视下 最终将手伸进了被子里 女孩瞬间惊醒 反手就是一巴掌 小和尚如梦方形 练红耳赤的跪在佛前悔恨不已 但就在这时 女孩又像是谅解了她 把手伸到了小和尚脸上 然而这一幕却被赶来的师父看见 师父近来问她为何祷告 小和尚一言不发 只是拿起沐鱼不住的敲 咚咚的敲击声 像她的心境一样彻底乱 随着两人相处的时间见长 女孩对小和尚放下了戒备 这天还和她一起外出去捕鱼 看着认真专注的女孩 趴在石头上的小和尚一个没注意 掉进了冰冷的河里 瞬间把女孩吓得大声尖叫 为了缓解尴尬 小和尚急忙潜水去抓鱼 两个年龄相仿的异性 每次倒药的时候 小和尚都会亲自娶 可每次都会被师父骂不用心 在长时间相处下 逐渐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他们会在一起嬉闹 甚至时间长了 当着师父的面也不再顾及 深夜睡觉时看着女孩的模样 小和尚心中的躁动愈加强烈 最终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带着女孩来到了野外 偷尝了静果 女孩的身体也因此逐渐恢复了健康 而怕对佛不禁不让女孩坐的狮子 小和尚也会从门前挪到房角擦干净 让女孩坐下赏景 寺庙里几十年的规矩 也在这瞬间被小和尚打破了 老和尚小心拽着绳子 把船拉到了岸边 船上是自己的徒弟和前来治病的女孩 他悄悄走到船上 拔下木杀后传进了河水 而后两人被冰凉的河水惊醒 小和尚跪在门外不停忏悔 不管他怎么求饶 师父都坚决要送走已经恢复健康的女孩 但此时的小和尚 彻底被情欲击穿了心境 早已把师父多年来的教诲 统统抛在脑后 女孩被送走的当天晚上 小和尚翻来覆去彻夜难眠 他不顾师父的劝阻 拿着一尊佛像偷偷逃离寺庙 毅然决然踏入了俗世红尘 已经出走的小和尚怎么会知道 自他走后每天师父都在虔诚地为他祈祷 多年后的初秋 老和尚已经满头白发 吃着画原来的食物 他忽然发现 包食物的报纸上有一条通缉令 30岁男性 杀妻在逃 而照片正是还俗了十几年的徒弟 几日后的清晨 已经中年的小和尚 推开了河边的无墙之门 老和尚笑了一笑 把阔别了十几年的徒弟度了过去 小和尚跪在佛像前 用指封住了自己的嘴巴和鼻子 想要以此来了结此生 但却因为意志不坚定 只发出了痛苦的哀嚎 门外的师父听到后 立刻对愚蠢的徒弟展开了教训 第二天师父在木板上写起了佛经 希望能减轻徒弟心中的愤怒 而小和尚则剔光了头发 重新穿上僧袍 开始按着师父的意思在木板上刻字 刻字还没刻完 追捕小和尚的警察到了 老和尚将两人渡了过来 小和尚满脸凶像用匕首和警察对峙着 直到师父呵斥 他才恢复平静去刻着佛经 师父请求警方让徒弟刻完再走 警察也看在师父的面子上决定 等他刻完字再带他走 在几人的帮助下 小和尚成功刻好了字 并且还涂上了颜色 转眼又到了离别的时候 并且这一走有可能就是永别 小和尚给师父刻了三个响头后 便准备跟着警察离开 但小和尚在师父的注视下却纹丝不动 等小和尚扭过头看向师父时 小和尚才开始慢慢移动 看到自己养大的徒弟被带走 老和尚的心里也有了执念 当三人出了无强之门大门自动关上 小船也在老和尚的注视下 缓缓返回了寺庙 满头白发的和尚 他在纸上写下几个B字 慢慢卸下僧袍 拔下船体木赛 在船上搭起高台封住了自己的蹊跷 因为徒弟 老和尚几十年的修行惹了尘埃 小船飘在湖面 船底的蜡烛引燃高台 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老和尚化作了一条小蛇从船底游出 缓缓进了寺庙 冬天的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小和尚打开寺庙的大门 他穿上师父缓寂前留下的僧服 挖出师父在船上作画的舍利子 把舍利安葬在用冰雕的佛像里 继承了这座寺庙 这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和长相的女人 怀抱婴儿走进了寺庙 小和尚把他留宿在庙内 夜里他想看看女人的长相 却被女人发觉 等小和尚熟睡后 女人才打开围巾 让孩子看自己最后一面 然而女人离开时 不小心掉进了小和尚取水的冰窟窿 而这个冰窟窿 是和尚为了取水凿出来的 等第二天小和尚发现后 女人早已失去了生命迹象 因为间接导致了女人的死亡 当他打开女人的围巾时 这才看清了他的容貌 小和尚学着小时候师父惩罚自己的模样 再次将石头绑在了身上 开始抱着佛像向山顶爬去 在历经了艰难的路途后 和尚终于来到了山顶 此刻的他内心只有平静和虔诚 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修行 一切又回到最初的样子 小和尚成了寺庙的师父 而收养的小孩 同样成为小和尚 但小和尚却比当初的自己还调皮 也经常捉弄鱼蛇青蛙 把石头塞进他们嘴里 他们越痛苦小和尚就越笑得越开心 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又开始新的轮回 电影到这里落下帷幕 昨天晚上看了春夏秋冬又一春 即便完全抛开视听 不得不说 以轮回为内核用时空来编码 仅此一点 便让我对他生起了一份 前所未有的敬意 轮回二字在我的认知里 一直是个具有永恒意义的命题 他试图用一个故事解释人生 他说人之初性本恶 人生来就背负着原罪 所走的工序大多是施加罪恶 而赎罪顿悟的轮回往复 单纯的讲道理人是不会听从的 非要体验过苦海无边 方才懂回头是岸 一切不过是佛早预言的因果循环 影片中老和尚是度化人类的佛陀转世 他以宽忍慈悲的心情 对待人所犯下的每一个罪孽 理解和宽容给了小和尚成长的机会 躲过堕入仇恨欲望的魔道 当小和尚终于可以内心直面罪孽 平静地承担因果的时候 他发现 又是一个春天的到来 生活其实就如同赴了石块的朝圣 内心无佛无度 必然无力前行 懂得抛下欲望 心中有佛而自度 便是明媚晴天